有些發售都問過 他們覺得線材駁線都很複雜 我今天都不是很詳細講 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一下線材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音響來講 又要涉及到播這個檔案 有些電腦線放在裡面 令人反而對以前的線有點亂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現在涉及到很多串流音樂會有解碼 也有數碼線 所以大家都有很混亂的情況 所以我今天都借少時間跟大家講一下 基本上我最傳統來說 音響線除了喇叭市外 就是訊號線 訊號線最簡單分兩種 一個就是RCA頭 就是手上這個 另一個就是平衡頭 平衡頭 我首先想講一件事 很多發售都覺得平衡高級 RCA比較低級 我告訴大家 其實不應該這樣分 為什麼呢 也要看看機器的設計 如果機器的設計是單端的 反而有時候用RCA線會更加好 可以舉個例子 其實如果大家知道高蚊這個很出名的瑞士牌子 其實高蚊的機器 如果我玩下去 它反而用RCA線是比平衡更好 還有有一點分享 就是 有時候 就算你的機器是有平衡的 但有些情況之下 可能有時候用RCA會更加好 為什麼呢 通常用平衡的輸出會更大 因為有時候我們家裡的空間不是很大 如果你的能量太大 反而會覺得聲音很衝很急 就是有一種壓迫感 那些情況之下 可能會用一對RCA線 會更加好聲一點 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未必是一觸高打船人 平衡一定是好 未必的 還是要看你自己的環境 就是你家裡的環境根本受不到能量 反而用RCA 可能聲音會更加有趣 所以也有些朋友會說 我覺得RCA會比較好聲一點 平衡沒有那麼好聲 其實也可能是剛剛它那個地方適合它 所以這個也沒有說哪一種好 最重要是適合自己 不可以說好還是不好 再說 剛才提到 有這個頭就是RCA 這個頭就是平衡 其實數碼線都有類似的頭 這個數碼線 這個叫同軸 這個叫AESCPU 其實這些信路線 可不可以用在數碼線上高 你覺得可以嗎 都可以 其實都可以 正確來說 如果數碼線 通常如果是RCA 我們叫同軸 通常它都有一個規格 75噸 另外這些AESCPU 數碼線有110噸 很多朋友都覺得 什麼75噸 110噸 他就去找個Time View 去量一下兩邊的頭 為什麼量下去 都是只有0噸 不是75噸 其實我告訴你 這個就不是那條線本身的噸數 其實最主要就是 中間的導體 和外面的屏蔽之間 有一個potential difference 而產生的左抗 那個就是75噸 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說 它令到整條線的平均 都很平均 令到聲音穩定一些 當然啦 中間的導體 都是和一般的RCA線一樣 只是那個平均有點不同 所以說 如果你的數碼線 那個規定是75噸 其實你插一般的RCA線 其實都一樣會出到聲 那要好不好聲呢 那就要試一下 因為可能有時候 一條很漂亮質素的RCA線 可能會比一條 真的適合規格的同軸線 因為本身的線質素高了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同樣一樣 通常這些AESCBU 都是110噸 跟剛才說的一樣 其實那個噸數 都是那個左抗 即是說 那個中心和平均 中間的potential difference 而造出那個左抗 是110噸 所以變成我們一般 我們用這些音響的線材 其實都可以插進去的數碼上 但是你說漂亮不漂亮 就真的要試一試 當然啦 正常當然是跟適合規格 最好 再講下去 我講一下這些 有時候大家會見 有些線 為什麼明明是RCA RCA頭的 好像現在這樣 RCA頭 但又多一條這樣的東西 什麼來的呢 如果大家又玩黑膠 黑膠應該都清楚 這些我們簡單來說 叫封路線 最主要都是用在黑膠上高 當然啦 這一邊就是駁回RCA輸入和輸出 而這個小線 我相信你也知道 玩黑膠 用來駁回底 即是駁回底 很多時候 這些都是 如果你有玩黑膠 唱頭放大器 或者黑膠盤 都有一個位置扭開 可以插這個叉仔 下去 就可以扭拭它 最主要就是 把那條線 放了地 把兩部機放了地 令到噪音會少些 這個呢 看到有個底 通常就是插在這個 唱盤 和唱頭放大器中間 這是另外一條線 所以這個呢 大家都可以這樣去分一分 和基本上 線材呢 都很簡單 不過可能現在 因為多了數碼線 令大家混亂了很多 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說 線是否有方向 哦 這個很有爭議性 首先 第一 平衡線 一定沒有方向 因為呢 出一定是這樣 所以這個插是定了 所以基本上 這條線 給你的時候 已經定了方向去走 對 反過來 R4線 剛才我講的 R4的順路線 還有現在這條 風路線 其實你看看 它是有方向的 是 原廠都有 指示 應該是這邊 這邊 原廠都有指示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有爭議 會不會有方向 坦白說 我覺得 都是有方向的 但是有些線 如果你已經唱了很久 是唱 調轉方向 其實可能就是 就是調轉方向那邊 就應該變成真的方向 哦 會不會是這樣 但是如果 我亦都試過 拿一條線回來 我不管它的方向 我試過真的調轉來插 是真的聽到分別的 是 真的聽到一邊是好一點的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如果你是不知道 你儘管試一試 A A去B 或者B去A 試一試 你聽聽哪一邊對你聽 可能就是那個對的方向 這個情況我都試過 是不是 我試過條線 就是 有時指示不是那麼清晰 都不知道哪一邊是哪一邊 然後我 一開始就調轉了來煲 然後發現 為什麼插下去這麼壞 難道那些人說 那些線真的要煲是真的 然後我都 煲了一兩個星期 哇 都是這樣 然後第三個星期 開始好聲 然後我都沒想到 方向的問題 是 看來那些線真的要煲 然後就 之後也是順著這個方向來聽 然後 後來要把線拿出來才發現 原來是調轉了方向 就是它也有方向的 所以 都有時覺得 為什麼插下去 好像那些線特別壞 未必是未煲好 是 可能真的調轉了方向來煲 還有 有時有些線 它未必會有一個 箭咀指示的方向 其實 通常我們以往來看 就是看它的字 可能有些字印在線上 通常跟回字的方向 例如A B C 就A B C 就不要說C B A 這樣走 就是訊號永遠由A B C 走下去 所以就這樣跟回字的方向 那就會適合那個方向 就是我們會這樣去分 所以呢 我也覺得 你問我 我覺得線是有方向的 就是 看看你是怎樣去玩 如果聽得 應該正常也是聽得到的 所以有時真的 你不知道條線是什麼方向 你就儘管試試看 A去B 或者B去A 插一插聽聽 哪一個方向順一點 你就用那個方向 對 對 沒什麼 中間 有些人 有些人 在說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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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